娱乐圈中能不靠台词 而靠眼神的演技派 总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他们的眼睛真的会说话 在楚桥传最新的剧情中 楚桥赵丽颖在极乐阁痛杀宇文吉 眼神里面全是杀气 而在楚桥宇文月决裂的片段 赵丽颖对林根星说出那句 我不是星儿时 眼神干净利落 更是充满着纠结痛苦与决绝 让人一见动容 除了赵丽颖配角宇文喜也完全不输 相对赵丽颖的很近 金世杰这位老戏骨更是十分老道 眼神微表情 包括脸部的一些颤动都恰到好处 梁朝伟的眼神是公认的传神 他参演的各大影片中 仅靠眼神就能把握住绝望 忧郁霸气演绎的淋漓尽致 周迅在橘子红了里 他的眼神是温和的 宁米的猜想中 他眼神飘忽 却依然充满希望 画皮里他妖艳又绝望的 风月中身为小配角的他锤泪的镜头 甚至比主角拱力更强风陶 无论到何时都会被奉为经典 王千元是能不靠脸吃饭 但他可以靠眼睛吃饭 刚的情中的执着 绣春刀里的坚毅 解救武先生中的奸邪 他都拿捏有度给人印象深刻 孙丽最经典的一张剧照 就与眼睛有关 《真幻传》中 他的一回眸 林立必现 李明奇老师的演技有多传神 《魂注格格》里 那张偷瞄的剧照 就足以说明一切 《水浒传》中的王婆 也是无人能及 而在《神雕侠侣》中 饰演的孙婆婆 看小杨过那种心疼的目光 真的是太暖了 张子峰当年出演 《唐山大地震》里的小方灯 那双宝含绝望 恐惧 又不知所措的眼神 成就了这部电影的悲凉 他也因此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之后在《唐人街探案》中尤其出彩 结尾那微笑 让一部喜剧电影 一秒钟变成恐怖片 简直就是天使与魔鬼的双重附体啊 在《唐人街探案》中尤其出录